哈喽哈喽,大家好,我是静景,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那老婆在工地上上班呀,每个月寄回一万八千块钱 老公不放心呀,就去那看了一下,没想到呀,却狂杀了他两巴掌 大家好啊,今天给大家讲的是一个故事是前段时间呀,一位网友投稿发来的 他说就是他的老婆去工地上班了嘛,每个月就往家里面寄这个一万八千块钱 他当时非常的担心,然后就坐着火车去看了他老婆 当他了解了情况之后啊,直接就删了他老婆两巴掌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他的老婆做了什么事情呢? 接下来就用第一人称给大家讲述一下这件事啊 我和我的老婆两个人是通过这个相亲认识的 因为我们两个两家的家庭都是一般的家庭嘛 我呀,从小也没有父母 母亲在我三岁的那一年就因为就是我们家里穷 他呀,就抛弃了我们,就直接和别的男人私奔了 留下我和父亲,两个人算是相依为命吧 父亲呢,照顾着我,既当爹又当妈的,非常的不容易 小的时候我也经常会被邻居照看着 他们也是觉得我很可怜嘛 因为我爸爸白天还有工作呢 他也不能说去外地工作,不能把我自己一个人留在家里 只能呀,就是在附近找个灵活干一些 我从小就知道我父亲不容易嘛 因为这家里边的条件不允许 我这个初中毕业之后就辍学出来打工补贴家用了 其实那个时候对我来说上学其实不太重要 因为我只是想替我父亲呀分担一些重担 不想让他有那么大的压力 他那些年啊,全靠那种体力活挣钱 就由于那样啊,就他这身体特别不好 我出去外出打工有五年的时间吧 自己算是也攒了一些钱吧 而且也到了该结婚的年龄了 很多女孩子看到我们家的家庭都摆摆手和我说再见了 觉得以后这结完婚了还要照顾我公公 还没有,我还没有,就是说还没婆婆嘛 那直到后来呀,我遇到了我的这个老婆 说一下我老婆的情况吧 她年龄比我大两岁 因为她这家里边孩子比较多 她这个岳父岳母啊,看不了这么多的孩子 我的老婆在她小的时候啊,因为调皮嘛 然后这脖子呀,和这个腿呀 然后有半边脸啊,全部都烫伤了 很多男孩子开到这个外表啊,也都离开了 不想和她结婚 因为我那个时候年龄也确实很大了嘛 我实在是找不到我这个老婆了 经过别人介绍啊,我就认识了她 刚开始我也挺反感的 但是没有办法,我们家的条件也不好嘛 如果我要是不和她结婚 我也就只能一辈子打罐罐了 所以我就勉强和我老婆在一起了 结婚之后我发现我老婆这个人啊 也是挺顾家的一个女人 我们结婚的时候啊,她什么彩礼都没要 知道我们家这条件不是不太好吗 也没有为难我 结婚之后我们两个人就在附近的工厂打工了 我一个月的这工资大概有六千多块钱 老婆一个月把能挣三千多 虽然挣个不多吧 但是我们这小两口啊,日子过得还挺可以的 还挺幸福的 两个人啊,也很少发生争执 因为我老婆这个人啊,比较温柔 比较随和也善良嘛 然后对我父亲也特别的孝顺 经常也会给我父亲买一些吃的用的 我们到有了孩子之后啊 这生活压力不是越来越大了吗 然后呢,我不是想着先去这个工地上干活吗 听别人说呀,就是在工地上出力气 挣钱,工资还挺高的 生完孩子后啊,第二年我就去打工了 那个时候一个月能挣多一万多块钱吧 虽然说很辛苦,但是工资确实挺高的 那当时啊,正当我们家有了稳定的收入之后啊 生活要变好的时候啊 我呀,却在工地上发生了意外 从这个三楼的这个手脚架上摔了下来 我的一条腿啊,摔伤了 以后啊,算是再也不能干那种力气活了 因为这个事故啊,我就是回老家休息了一段时间 在附近的一个小工厂打零工 因为我的事故,这家里面这条件也是越来越差了 直到这个我这个女儿嘛,五岁多的时候 我老婆她又提出来,她还想要去工地上打工 就说呀,既然你能干那种出力的活,我也能干 因为我老婆从小到大啊,在家就是干那种力气活的 经过我的这个再三劝阻啊 她还是坚持要去工地上干活 因为我老婆知道啊,她不能出力气啊 这个家以后就全靠她就是我了嘛 这个家以后就全靠我老婆了 然后她呀,就是 嗯,我老婆就自从出去之后啊 每个月都会往家里面寄一万八千块钱 每个月都是固定的一万八千元 我就是觉得吧,一个女人能挣这么多钱 真的很不容易啊,任劳任怨的 一点怨言也没有 也从来没有对我说过累,说过苦 那这让我呀,就感觉特别奇怪 但是啊,我还是选择了相信她 因为我知道啊,我老婆是一个体随和善良的人 就是在前段时间吧 我老是听到这邻居们说一些闲言碎语的话 就说呀,我老婆在外面呀 不知道干什么呢,一个月挣那么多钱 那这说的时间有点长了啊 这老公的这心里边呀,也按耐不住了 就有点怀疑她了 因为那个时候啊,在工地上 一个月能挣一万块钱就算多了 你看一个女人吧 她能一个月挣往家游一万八千块钱 这说明呀,比一个男人还挣得多呢 这里边到底有什么问题呢 尽管就是说她每天啊,都在说服 尽感就是我每天都在说服自己 但是我思考了好几天 还是偷偷的忍不住呀,做了决定 我打算坐火车呀,去工地上看看 偷偷看一下,我老婆到底做了什么工作 经过打听之后,我终于知道了啊 我知道了她这个工作的地址 因为就是我想偷偷去看一下嘛 我也没给她打招股 然后呢,我就想偷偷看一下 到底在做什么 其实说实话啊,我老婆已经走了一年多了 确实有一点想她 那正好也趁着这个机会吧 正好看一看她 当我来到那个工地之后啊 就在那个大门口等着嘛 等了有很长的时间吧 大概在这个下午啊,一点的时候 我才看到一个身影从这个工地啊,缓缓的走过来 有点像我老婆,但是又不太像 整个脸晒的特别的黑,头发也很凌乱 一年的时间看着呀,应该瘦了有三十斤左右 我呀,就当时还以为自己啊,真的认错人了呢 她,然后我就赶紧向前走了一步啊 仔细一看啊,发现真的是我老婆 当我走到她面前的时候 我发现她的脸呀,已经被晒得掉皮了 真的是和一年前呀,没有一点相仿的地方了 显得蹭老了,好几十岁 那这个手上磨的呀,也都是茧子 我看那胳膊上呀,还有划痕 身上这伤吧,是一层夹着一层的 那我就赶紧拉着我老婆的手说 我说你身上这伤势怎么回事呀 她呀,不愿意和我说这些 又过了一会儿啊,在工地上又出现了几个男工友 他们呀,就告诉我,就说呀,这是你老婆吗 你呀,真的是娶到了一个好女人这么能干 人家呀,中午都是十一点半都下班了 因为这天气太热嘛 大多数的工人呀,在这个十一点半就下班了 但是你老婆呀,每天都会多加班一个多小时 刚到一点多 晚上的时候啊,男人都累的就直接回去休息了 你老婆呀,还在坚持在工地上捡一些废品呀 装到袋子里面,背到废品栅去卖掉 听到这工人这么一说呀 我呀,大声呵斥了他一顿 并且我推了他两下 那一刻,我真的是想给我自己两巴掌 我告诉我自己为什么不对他好一点 那听他的工友说呀,他很少很少买吃的 中午呀,经常就吃一碗素面或者吃两个馒头和一些水 从来就不舍得买菜和吃肉 这个不用他们说啊,我也知道 一年的时间他能瘦30斤,肯定是吃了不少的苦头 那等我把他炒了一顿之后啊,他没有生气 他就说,你看咱们家不是笑用钱吗 现在你又不能出力气挣钱了 我现在要是再不多挣一点 咱们以后怎么好好过日子 虽然现在我是苦了一点 但是以后我们的日子会慢慢好得起来的 听到他的话呀,我的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流 没有想到他竟然还能笑得出来 他呢,拉着我的手 我们两个一块去这个小饭店吃了顿饭 他呢,也不舍得吃,一直在让我吃 我当时呀,真的是流着泪吃的饭 让我特别感动 他真的是有很强的责任心 比起我这个男人呀,我真的是不如他 那一刻啊,我特别的内疚自责 本来这娶了老婆吧,是想让他跟着我想福的 没有想到却让他跟我受这样的苦 我那次看到我老婆的情况啊 我就想让他回去,不要让他在工地上上班了 但是我老婆呀,他还是不答应 他就说呀,我想先干个几年 等孩子将来长大了,花钱的话也富裕一些 现在他还这么,他就说啊,他还这么年轻 还有力气干 如果要再过几年,年龄要再大了 想干这种活都干不了 那你看看啊,就我老婆一个月能挣那么多钱 在咱们那边的话,你能有什么好活儿 他就这样跟我说的 虽然说确实比较累吧,但是出力气了 这个力气出了,还是会有回报的 没想到我老婆白天上班 晚上呀,自己还收废品 我知道她也是为了想多挣一点钱 让我们家里能过得好一点 我真的就是觉得吧,遇到这样的老婆 真的是我三生有幸 想想之前吧,我还嫌弃我的老婆 我真的觉得太对不起她了 一个人的外貌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 重要的是她自己的心灵美 那一刻我觉得她老婆吧,特别的美 不知道大家身边有没有这样的好女人呢 那对于这位网友的老婆 你们有什么想说的呢 欢迎各位在评论区下方留言讨论啊 喜欢过的话,请给我点赞 关注评论转发一下哦 那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就下期再见 感谢大家的观看 拜拜